大家好,我是薄荷 有一种菜被称为夫妻菜 它主要生长农村比较潮湿的地方 比如河边和水田 在南方多见,它就是水芹菜 水芹菜和芹菜虽然都是生活中常见的蔬菜 外表也相似 但我们生活中常说的芹菜是生长在陆地的 而水芹菜生长在水里 并且一般都是野生 功效也不尽相同 1. 行酒保卫 芹菜属于高纤维食物 可以加快胃部的消化和排除 然后通过芹菜的育尿功能 把胃部的酒精通过尿液排出体外 依次缓解胃部的压力 提到行酒保卫的效果 2. 养血美颜 芹菜海铁量比较高 能补充妇女精血的损失 食肢能避免皮肤苍白干燥 面色无滑 而且可使目光有神头发黑亮 3. 预防癌症 芹菜是高纤维食物 它经肠内消化作用产生一种物质 这类物质是一种抗氧化剂 可抑制肠内细菌产生的致癌物质 它还可以加快粪便在肠内的运转时间 减少致癌物与结肠粘膜的接触 达到预防结肠癌的目的 平时也建议大家喝一些丁香茶 有醒酒 养胃 暖胃 低头耳手机或者是服安工作 就很容易患上颈椎病 然后左右不敢动 那很多人以为只要这样转一转脖子 就可以缓解 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那得了颈椎病 千万不要乱动脖子 我们的颈椎结构很复杂 如果乱动脖子 不仅不能缓解疲劳 还容易导致头晕 恶心 疼痛等症状 如果想要改善颈椎病的话 不妨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颈椎小动作 首先可以转动头颈 坐在椅子上 两个手插腰 头颈左右两侧旋转 当转到不能再转的时候 然后回到原位 注意转的时候 眼睛要尽量的向后方看 这样左右转十次 然后将头和脖子向后仰 就像抬头看天一样 逐渐的加大力量 达到极限之后 稍停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回到原位 这样反复做八次 接下来就是把双手交叉的放在后脑勺 然后头颈用力的向后 双手用力的向前 像这样让头和手的力度相反 保持几秒钟后 然后回到原位 那这个动作也是做八次 那当我们颈椎疼痛或者是做累了的时候 就可以做做这三个小动作 可以很快的帮助我们缓解疼痛 预防颈椎病的发生 简单又方便 那都希望自己的容颜 能够永远的粉嫩 白皙 水润 鲜活 于是就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留住自己的青春 那其实美容养颜 并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 只要经常按摩一下我们身上的穴位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了 第一个穴位啊 就是足三礼学 足三礼可以说是女人养颜的第一大保镖了 那足三礼学属于胃经 而脾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就非常重要了 如果脾胃不好 就会出现面容憔悴 面部暗沉的情况 所以可以按一按足三礼学 足三礼呢 是在我们这个外膝眼下四横指的地方 当我们没事的时候 就可以暗揉暗揉这个穴位 每天暗揉三分钟 五分钟都可以 那长暗揉这里可以生发胃气 造化脾湿 使皮肤能够获得充分的营养 更加的光滑美白 第二个穴位就是三音胶学 三音胶是干脾肾的胶会学 可以调补三经的气血 三音胶在我们内怀尖往上 四个横指宽的地方 有时间呢 就可以按一按这里 每次暗揉五分钟左右 那女人经常按摩三音胶 可以使气血通畅 脸上更加的红润嫩白 帮助我们维持年轻 延会衰老 推迟更年期 爱的人吃得多 运动少 导致啊越来越胖 可是呢 想要减肥 却怎么也减不下去 那今天就给大家呢 推荐几个高效 软指的动作 帮助我们快速的瘦下去 动作一 曲肘向前肩步蹲 一只脚呢向前慢 大腿与膝盖呈90度 另一只脚不动 腿部弯曲 尽量的贴向地面 左右脚交替的做这个动作 做30到50个 这个动作主要是可以拉伸下肢的肌肉 可以燃烧下肢的脂肪 动作二 剪刀脚 在地上铺一个垫子 平躺在上面 将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 与肩呢 是在一条直线上 然后抬起左腿 与地面呈90度 右腿稍微的离地 左右交换的 做这个动作 也是呢 反复做30到50个 那这个动作主要是 拉伸大腿和臀部 能够有效的减少 大腿内侧的脂肪 动作三 屈膝收腹 坐在地上 然后双手 放在身体两侧 身体向后仰 抬起双腿 然后弯曲双腿 尽量地靠向腹部 再伸直 这样反复地做30到50次 那这个动作主要是 锻炼腹部和腿部的肌肉 能够有效地收紧腹部和腿部的肌肉 快速燃烧脂肪 达到呢 瘦腰 瘦大腿的效果 那没事的时候 做一做这三组小动作呢 帮助我们减掉多余的坠肉 远离大象腿 水桶腰 温度啊也越来越高 很多人呢就容易出汗 尤其呢是肥胖的人 一动不动都一身的汗 当然出汗是身体调节保健的重要方式 但是呢 错误的流汗就要注意了 这些地方流汗就要重视了 那小心呢是身体出现异常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手脚出汗多 如果呀其他地方没有出汗 就手心和脚心出汗很多 那这个说明呢你的湿气就比较重 那这个情况 木子建议你检查一下脾脏 因为湿气重通常啊是脾脏虚弱导致的 最好啊可以吃点苦瓜 冬瓜去热 然后呢再吃一点绿豆 一米健脾 二睡觉时浑身失汗 如果呀你一觉起来浑身啊都是汗 那不要认为呢是单纯的天气热 还要考虑是不是倒汗 有些人一年四季呢都会出汗 这样呢说明你是阴虚 如果是阴虚可以呀吃一些百合莲子的进行补阴 三夜下出汗 如果呀经常夜下出汗 还有一股刺激的味道 有可能呢是气虚了 会经常出现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力气 无精打采 那么平时可以呀吃点山药来补气 所以平时如果出汗多 出汗异常要多重视 在夏天要多喝水 可以起到吸射汗液的作用 对身体保健也有很好的效果 经常一寸瘦炎十年 那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 但垃圾呢却永远不会错 随着年龄的增长 筋呢都会变短 而筋短又是导致各种疾病的根源 今天给大家呢推荐四种拉筋的方法 可以呢疏通筋落 强健骨骼 增强免疫力 达到呢年年益寿的目的 一双腿盘坐在地面上 然后双手交叉 向头顶上举起 用力的向上伸展到最大的限度 手掌心朝上 保持不动 停留十秒以上 然后回到原位 像这样可以多做几次 二 站直 然后将一只手向后抓住对侧的肩胛骨 另一只手抓住这个手的手肘 然后缓慢的向头部方向拉 大约停留十五秒 然后换另一边做同样的动作 三 单脚站立 一条腿伸直 然后抬起另一条腿 慢慢的往后拉到臀部 用手抓住脚 身体呢要保持直立 不要倾斜 保持这个姿势十五秒 然后换另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 四 平躺在床上 然后将头伸到床檐外 双手伸过头顶 尽量的往后伸 让头自然的下垂 保持这个姿势三分钟 经常这样拉拉筋 可以预防慢性病 美容瘦身 排毒驱痛 防止肌肉僵化 那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 赶紧学起来吧 健康的饮食 或者是肚子受凉 我们都会有拉肚子的情况 那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 中医按摩方法来缓解的 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 两个好方法 一 按一按下垂穴 下垂穴是治疗拉肚子的特效穴 下垂穴是在我们脚背 从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 向上大约两厘米的地方 就是呢下垂穴了 按摩的时候 用大拇指用力的按压 像这样呢 一压一松 保持呢五秒钟 然后呢 左右脚交替着做 各做一次 反复呢 这样做15次就可以 当我们出现严重的腹泻时 就可以按摩这个血位 症状呢也会减轻的 二按按凉球穴 那凉球穴是在我们这个大腿的前面 膝盖骨外圆上面两寸 也就是呢三横指宽的地方 那找到血位 用大拇指用力的按压 然后轻轻的按揉 反复的进行 左右交替着按 一直按到呢 症状有所缓解即可 凉球穴就有调理脾胃的作用 对胃痛 胃症状 腹泻呢 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 那一般拉肚子呀 都是因为肠胃 消化功能不良 所以呀 想要改善腹泻 就要呢 提高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 那平时除了可以学位按摩 我们还要呢 多吃一些 于消化的食物 补充水分 千万呀 不要呢 抱眼抱食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